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闭幕 本届进博会共计有2600多家全球企业参展 数百项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 在此进行全球首发、亚洲首秀、中国首展 可谓精彩分成 那么对于展商而言 本届进博会到底为他们带来了哪些收获和期待呢? 在进博会期间 多位展商向记者分享了他们的感受 展商们告诉记者 在进博会上 他们收集的客户达成了合作 洽谈了项目 受到了关注 可谓收获颇丰 第三天的时间 总共大概收集了有将近20到30个左右的异项客户吧 其中有7到8个 我觉得是比较匹配我们品牌调性于一个想要的渠道的 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还颇丰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进博会上 我们有省级代理 然后我们在各地区代理做了也不少 还有还收购多了一些政府机关的一些团购项目 受到业界包括很多这个参观者的重视 也受到了媒体等方面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反响 所以我们这次展会应该说是超出我们的预期非常的好 对于下一届的进博会 展商们普遍的期待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展示自己的产品 我们也期待是明年能够做一个更大的特装 然后更好的展现我们品牌的一个品质 签约额的话当然希望能翻翻倍的 我们可能展位会更大 我们当时可能会更多更漂亮 明年我们会要做一个大的 要一个好的位置 就是更更全面的更立体的去展现一下 此前举办的第三届进博会参展商联盟大会上曾宣布 已有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下届进博会 有已经连续三年参加进博会的企业 向记者表示 进博会是他们分享中国稳健经济增长机遇的重要窗口 有助于他们把科研成果和理念带到中国 这是一个机会的机会 我们的机会训练与总统的公共产 但这也是一个机会训练与非常重要的 企业要建立的关系 他们要建立的关系 所以他们知道谁我们是 所以他们可以信任我们更多 我们可以建立的合作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